这个鸡要是很嫩的话 一下子就没有了 它这个慢慢啃慢慢啃 它就可以了 早在1964年秋天的广交会上 长天和田鸡就被评选为 世界五大名鸡之一 放走 你好你好 放走 你好你好 哈喽你好 幸会幸会幸会 这核田鸡其实 金州县制有记载 核田附近有鸡 它投身鹿角 然后那个时候叫鹿角鸡 很独特的鸡 前面是钢盘 后面是钢 钢钢罐 总体特征外观的话 就看它三黄三黑 那三黄就是它的 圆这边是黄的 然后脚这边是黄的 出色是黄的 对 三黑是它的脖领这边 一定是黄中带黑的 然后翅膀翅肩这边 一道黄一道黑 然后屁股毛 对 这就是它从外观上 一眼就能识别它的一个地方 这个鸡不一样老师 它的肉非常结实 而且它这里你看有一把刀 很激实 和田鸡还有很多和一般鸡不同的诡异爱好 比如吃土 常听优质的红壤砂土富含锡元素 它们觉得这个注销化对自己的肠胃好 比如养生 平时常在附近一片草药丛生的田地里晃 这些都是对鸡比较有效果的一些中药 这个就叫做一包针 它的枕株都是有要用价值的 这个叫做大青叶 也是我们这边的榜栏根 对效应特别有作用 多吃点天然中草药 增强抵抗力 小贩就不用为它们抗生素了 吃的与众不同 鸡也自然长得 卓而不凡 别具风味 它的修长 这种身材真的是很接近那种野生品种 这个也会导致鸡肉的风味会不一样 都隐藏在各棵树上面 白天的话也不怎么看得到它 因为它对人情已经比较陌生了 晚上的时候就上树 这边有一坨鸡粪 这是长年积累下来的 那这上面的话 这树枝上面它就一定待着 七八只的鸡 基本上变成野鸡了 过了一岁就老服疗发少年狂 夜里飞树上去睡觉 这些没被驯化过的习性 让它们感觉自己和野鸟才是一家 有别于一般养殖鸡 它们的生长速度也像野鸟一样 不急不徐地随着自然规律 缓慢生长 首先这个鸡的品种太牛了太好了 这是一只很难得的好鸡 保育这个种群还是非常重要 可是那又怎么样 还不是困在这个山沟沟里 独自美丽吗 2019年 35岁的范海全 从厦门回到老家和田镇 接手了自家的养鸡厂 他想给这个老生意 带来点新想法 却发现电商平台上的相关产品 真假难辩 价格不一 真正优质的和田鸡产品 反而因价格偏高 而受到冷遇 刚回来那一年 我老爸对我其实意见特别大 还觉得那么辛苦 还赚不了几个鸡 你为什么要回来做这个事业 很长一段时间 话都不愿意跟我讲 核电器只是在我们省内比较聪明 做宣传的时候 我们必须在核电器后面 带上土鸡 就是一个无奈之急 我们不在我们的广告词里面 带上土鸡 他们不知道你这到底是什么玩意 怎么那么贵呀 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鸡肉的 独特的魅力 太美了 你如果再泡一泡 这个汁更好 像个汤汁 人间美味 传统煮鸡就是我们柴火灶 然后在锅里面放一块肉 可以用来做回锅肉 鸡肉熟了以后 他们客家叫白斩鸡 要煮多久呢 一块半一块 这就不叫白斩鸡了 这就都已经是炖鸡了 鸡就是盐够它就先了 但盐会导致它的肉有一些紧实 出水分吧 长时间的加热导致呢 它的鸡肉紧缩 汁液排了出来 排了出来真的 这个鸡还有这么好的香味跟鲜味 这个说明它原来的这一些 氨基酸就非常丰富 但是这个鸡也有一个缺点 鸡肉比较韧 硬 可能他们这里的老乡们最习惯的 最喜欢的 他们喜欢这种口感 对 这个口感 这个鸡要是很嫩的话 一下子就没有了 它这个慢慢啃 它就可以越啃越香 可以又把酒喝了 我还算年轻 牙口还好 那个鸡我真的是吃不动 嘴里面一直嚼一直嚼 很塞牙的那种 漫长的水煮 完全放大了和田鸡肉质受柴的缺陷 优秀的食材和草率的做法在扒河 拉扯的人很难受 这么好的鸡 只用这么单一的盆调方法 我认为对这鸡是不公平的 我们要让它走出去 确实是需要了更多的表达方式 在前往福建的行李中 蓝明路带上了川菜大杀器 老檀泡菜 泡菜的结合你有没有想过有风险 没有风险 没问题 我认为这个味道啊 它适合权贵人们 权贵人们 上鸡 腌制半年以上的泡菜 泡姜 泡萝卜 泡椒 泡小叶酸菜 泡山椒 和斩箭鸡肉一起 在锅中爆香 然后加水慢慢熬出 我闻一下就知道 差三颗盐 垂牛嘛 四十五分钟之后 鸡肉的鲜香 和泡菜的酸香交织在一起 竟泛起了奶香啊 老檀酸菜呢 它的氨基酸含量很高 鸡肉又有氨基酸 两种氨基酸一结合 它的鲜味就更多了 整个口腔里就感觉有一种 爆开的这种感觉 刘欣这回也夹带私货了 小米辣 香柳 香茅草 红枝子 大香菜 五彩花生 作为一个云南刁钻食材的探索者 它这次将呈现西双版纳的热带滋味 这个是通过跟辉哥的聊天 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鸡 它具备了哪几种味道 比如说香草味 菌菇的味道 还有水果的香味 既然它带有香草味 肯定我用这个香草的话 会更能突出这个鸡的粉身的味道 所以就想到了手撕鸡的这个方法来做 趁着这肉汁还没流失的时候 将皮肉拆丝 这要其他的鸡皮 鸡皮呢比较爽脆 鸡肉 调入辣鲜露 蚝油 胡椒与盐 还有周围这一大圈红红绿绿的美丽植物们 这一道手撕鸡 直接把你送到北回归县以南 哇 哈哈 这个香啊 但是呢这个如果不太会吃辣的人 吃这个才会受不了 蓝鸣露和刘丝 手起刀落 两道美味 大获辉歌认可 但最奇怪的事儿 发生在了九五后厨师老杨身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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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